因为早餐同时拿了米饭和面包 日本自卫队一名队员不仅被当场制止 一个月后还收到了停职三天的处分通知 日本雅虎新闻网21日报道称 事情发生在4月26日 当事人是祁玉县霞山市航空自卫队入监基地的一名50岁的航空中尉 他因为不住在基地宿舍 按照基地的规定必须自掏腰包买早餐 而食堂早餐的选择是两个面包或者一碗米饭 因为吃不饱也想要节省时间 已经拿了米饭的他又伸手抓了两个面包 但他马上遭到呵斥 也听命把面包放了回去 他说我以为是可以再吃面包的 我不知道这样不行 据悉为了多吃两个面包 当事人的米饭只打了半碗 但即便这样也不行 这名装卫并没有违规多吃面包 但一个月后他被停职三天 事情遭到媒体曝光后 引来日本舆论热议 在雅虎新闻的评论区 出现了很多处置太严格 我认为应该谨慎行事这样的评论 很多人认为队员的伙食不应受到限制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因为自卫队队员工作很辛苦 多给一点吧 有一小部分人说 有规矩就按规矩版 有些人吃多了不能吃 据悉 该基地一份早餐花费约为234日元 为住在基地宿舍的自卫官 只需交伙食费就可前往基地餐厅吃饭 住在基地的官兵干部则可以免费享用 舆论的声讨愈演愈烈 21日 该基地公关部通过媒体 对外界介绍了内部的纪律处分规则 向大众解释 此次中卫事件的情况解释 发言人说 我们的做法严格依据标准范围处理 我们认为是合适的 此人解释道 事发当日中卫早上睡过头了 没来得及在家吃早饭 为了节省时间 他只吃了半碗饭 吃完饭后 他非法拿了两个面包 想带离食堂边走边吃 发言人称 这是非法的 中卫不知道 如果减少米饭的量 中卫的所作所为 是背叛国家的行为 他多吃了 其他成员就要少吃 发言人说 中卫之所以不能更换 不是因为他没有给钱 而是因为没有多余预算 据悉 日本航空自卫队精准地计算了 饭食的量和卡路里 所以一碗米饭或者两个面包 是经过研究统一决定的 基地公关组负责人表示 中卫的行为 属于自我保护法第46条 第一项规定的 违反职责或者玩乎职守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对于网络上过于严苛的声音 他表示 我不会予以回应 去年 日本航空自卫队 一座基地的官方推特 晒出了所谓的营养军横餐 立马遭到群嘲 被日本网民吐槽 向监狱餐 还有人嘲笑称 搞不好分量还没有监狱的多 这不是日本自卫队 第一次被爆出相关问题 他们旅有因食物分配过少 队员吃不饱多拿 而被处分的情况 就在不久前 海上自卫队六名自卫官 与事务官 因为吃队里的咖喱 没付钱被罚 去年 航空自卫队三名少校 也因多吃了纳豆和面包 遭人举罚 最后被停职10天 至于原因 正当壮年的当事人说 因为感觉配餐的量少 所以多拿了一些 因为吃不饱饭 上个月 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员 偷窃了一份价值 429日元的便当 而遭到警方逮捕 当时 41岁的队员 在广岛市一处商业区内 偷了便当就跑 过程中还打伤了两名保安 偷窃可耻 但这件事也让日本国民唏嘘不已 真可怜 大概是因为 只能吃很糟糕的饭 理智都被冲昏了吧 还有人讽刺道 真的那么饿了吗 希望国防前线的人能吃到美味的饭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